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国拼的最新状况 相信感兴趣的球迷们都知道 球星挑战赛在近日落下了帷幕 毫无疑问的是 国拼成为了各支球队各最大的赢家 他们包揽了所有项目的冠军奖牌 在比赛结束后 各支球队的主力球员返回球队 进行下一轮的训练 为乒乓联赛做充足的准备 在球队按部就班准备时 国际拼联对各位球员的世界上的排名 进行了一次更新 意味着有人上升就有人下降 究竟球员们的排名会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南队的世界排名前三位 依旧是国拼的三大主力 在上一场比赛因樊振东发挥不佳 掉落到第二 如今看来樊振东再一次的回到了第一 意味着他的状态已逐渐的回暖 王楚清是因为国际拼联规则的变化 将去年所有的积分积分进行了清理 王楚清只能排在第二 但他与樊振东的积分距离并不算太大 相信在几场比赛后 他是有机会追上樊振东的 第三则是马龙 他的位置是非常的危险 第四是作为日本的黑马张本志和 如果他发挥超强 成功的晋级四强 张本志和将会取代马龙的位置 希望马龙在比赛中稳定的发挥 不要再经历失败 除了这四位球员以外 国拼有两位球员遭到了国际拼联的除名 他们分别是许昕和刘诗文 因这两位球员长时间的 没有参加重要的国际赛事 他们迫不得已才做出此决定 相信球员们内心是有着万般的不舍 毕竟这两位球员对国拼球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女队的排名相对于是比较稳定的 但王毅迪在世界上的排名出现了跌宕起伏 虽只下降了一位 足以看得出来 王毅迪的未来是有一点突朔迷离 总体来看 国拼的内部竞争力是十分的激烈 希望各个球员在训练中不断地去提升自身能力 让教练组看到自己的变化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